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家常菜 白菜冻豆腐 冬天里好 可以吃到你热乎乎的 白菜洗净后切丝 菜白切细一点 菜叶可以稍宽一点 豆腐我们用冻豆腐 或者用老豆腐 不建议用嫩豆腐 把它切成大块 有蘑菇可以用一些 或者泡一点干香菇都行 放一点小油 菜白先下 炒到它缩水 菜白缩水后 在叶子下 再慢慢翻炒到缩水后 豆腐虾 豆腐虾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家里有干货的话 可以用上 像这种小虾米 把它就一说偏养 很鲜的 可以事先先泡一点 干贝也行 干虾也行 那这锅菜就鲜美无比了 这锅菜就鲜美无比了 那这个水呢 不要倒掉 沉淀后呢 可以用的 底留下就好 如果喜欢喝菜汤 可以再加一点水 然后呢 我们盖上盖子 煮到菜烂 煮到你喜欢的程度 然后呢 蘑菇下 蘑菇下后呢 就翻炒 翻匀 让它吸水 然后保持沸腾 最后 下一点盐花 就可以出锅了 那在冬天好 最好存在砂锅里 那砂锅在炉子上烧热一下更好 保温性更强 那如果吃饭的人 还没有回家的话 我们可以开个绿豆小火 继续保温 今天我们到这里 就要说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